也就是说它如果走楼梯的话 它也可以从相应的这一侧进入电梯 就这种剪刀梯 这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 容易被人忽略 但是它恰恰带来数学上的一种完美的 妙不可言的最终的推理的快感 所以我就在想 这背后的这些老师们 6G以来经受着我们所有的折磨 当然不光是我们玩家的折磨 也有观众的折磨 大家都在提出不断的要求 我们还想看到新的 太不合了 所以刚才结束的时候 何老师还说 希望大家给大家弄点生发剂 我的建议是 不要涂抹任何生发剂 让它掉光吧 这样您就没有任何负担了 您就可以 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创造了 再把头发这些事忘掉吧 谢谢我们所有的团队老师们 谢谢 谢谢我们幕后所有的编剧和创作者 辛苦了 辛苦